清草,和写种子的菜书,并写国子的树木,各从其类,国子都包住和,是就这样成了。 于是地发生苗青草,和写种子的菜书,各从其类,并写国子的树木,各从其类,国子都包住和,神看住是好的。 由晚上,由早晨,是第三日,神说,天上要有光体,可以分昼夜,做记号,定节令,日子,年岁,并要发光在天空。 普照在地上,是就这样成了。 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,大的丸昼,小的丸叶,又造众星, 就把这些光白列在天空,普照在地上,管理昼夜,分别明暗,神看住是好的。 由晚上,由早晨,是第四日,神说,水要多多滋生有生灭的雾,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。 天空之中,天空之中,神就造出大鱼。 河水中,河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灭的动物,各从其类,又造出各样飞鸟。 各从其类,神看住是好的,神就赐福给这一切。 河水中,说,滋生凡多,充满海中地水,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。 柔晚上,柔早晨,是第五日。 神说,地要生出活物来,各从其类,生出昆虫,野兽,各从其类,是就这样成了。 于是神造出野兽,各从其类,生出各从其类,地上一切昆虫,各从其类,神看住是好的。 神说,我们要照住我们的形象,按住我们的样式造人,使它们管理海里的鱼。 空中地鸟,地上的生畜,和全地,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,神就照住自己的形象造人,乃是照住它的形象造男造女。 神就说,神就赐福给它们,又对它们说,要生养众多,便满地面,治理这地,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。 空中地鱼。 空中地鸟,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 神说,看呐,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里的菜书,和一切树上所结有合的果子。 空中地鸟。 空中地鸟,和空中地鸟,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。 空中地鸟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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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中鸟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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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中鸟。